大家好,我是叶盈飞 今天跟大家讲 练泳春拳 如何才能练到自然反应呢? 其实武术主要是练强你的身体 那如何才能练强你的身体呢? 练强我们的身体主要分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练外在机能 第二就是练内在机能 那如何练外在机能呢? 好像其中一个方法 我们练木人装 我们除了练游径 我们在打仗的时候 用适当的力度 和木装撞击 这样就会强化我们的筋骨皮 这种都是外在机能的练法 另外就算我们做运动 游泳 跑步 做健身 这些都是强化我们的外在机能 那外在机能我就明白怎么练 那内在机能又怎么练呢? 内在机能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练太极拳 练太极拳都可以练到内在机能吗? 是的 另外我们练太极拳的虚领顶劲 就是练到我们的颈骨 某些平时移动不到的部位 另外太极拳的收尾 都练到我们的盆骨和下脊骨 练不到的部位 这些都是一种内在机能的练法 好了 我们内外都强化了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练武术的第一步 因为我们内在和外在机能都强化的时候 我们手脚和身形都会敏捷很多 亦发到力了 那第二步是练什么呢? 第二步就是将我们功夫的招式练到滚瓜难熟 平时就多些和那些师兄弟打自由搏击 但是我们打搏击的时候是有些格式的 我们不可以乱打 我们是要将我们在功夫上学到那些招式来去运用 但怎样运用呢? 很多人练了功夫到真打的时候就乱了 学到的招式就用不到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用功夫来打搏击是有少少秘诀的 什么秘诀呢? 我们打搏击有一个叫一二定律 什么叫一二定律呢? 就是说我们每次出招 其实都是预了两式的 第一式打中人 然后第二式就再加力打到人 如果第一式打不中人的时候 第二式就是防备被人攻击 两式用完之后又重新两式 这个叫一二定律 另外有很多人学了功夫 他和人格斗的时候就准备几招 他不理对方怎么出手 他也是打过几招 所以以前有些人说他有几度 他就真的得几度 打完那几度他就乱来了 这样就不是我们真正练武术的搏击 我们用武术的搏击是用一二定律 用回我们所学过的招式 但是有些巧妙的 有时候和人格斗的时候 是用半式的 所以如果你盲目的 每次都要打完一式 那很多时候你回不及 就输了给人 有时候我们出一招 发觉打不到对方 我们只出半式 另外那半招就不出了 或者我们出了半招之后 发觉对方的破绽在第二 我们就转招了 就不会继续打下去了 其实懂功夫和不懂功夫 取胜的关键就是 你反应快他一点点 预早一点点挡住他 然后再攻击他 一般的速度比例就是 他懂功夫 你不懂功夫 他快你半秒 不要小看半秒 半秒在懂功夫的人来说 就有很多时间了 如果两个都懂功夫 一个聪明一点 他就会快他四分一秒 就是凭这四分一秒 他就可以取胜了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订阅 在这里我顺便一提 你在按订阅的时候 旁边有个铃铃 你按下那个铃铃 如果我有新影片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了 多谢支持